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有些叫做Haters Haters就是有些人是天生 喜歡生氣別人 或者是憎恨別人 看到別人成功 或者有些不同意見 可以留一些酸漏漏的語言 粗言畏語 或者一些很攻擊性的 有一個朋友也曾經說過Haters 是會令到自己 更加有個激昂的鬥志 令到自己進步 我自己個人就不是那麼欣賞 這一種心態 因為這種心態 會令到自己不是那麼開心 就是你去罵別人 說別人就算他 哪怕他一百個不是都好 那可能是他自己有問題 或者是有些什麼時候 那你走去 那麼酸漏漏 不是用一些叫做理性的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就塞了那個整個人做人的風度 和風采是不漂亮的一回事 就是好像變了潑虎罵街 那個人就完全不高貴 那你有自己的氣質的時候 擺道理去說 那我覺得整件事會是好 還有每一個人 他都有那個長處短處優點和缺點 那你只是放大他的缺點 不看他的優點的時候 你有很多東西是會失去的 那有些人最近經常攻擊有一個YouTuber 就說他一個制就可以變成幾億的人士 你只是看他這些誇大的言辭 覺得他討厭 那這個是他的一面 但是另外一面 值得欣賞的是他的勤力 他的觸覺 他懂得玩這個遊戲 那為什麼不去欣賞他這一面 要看他不好的一面 很多朋友有成功有失敗 在失敗裏面都可以找到一些值得學習的地方 就是好像很多歷史那樣 有些人從高峰跌下來 好像拿破崙 好像希特拉 好像袁世凱 那他們從高峰跌下來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你不要只是仇恨他才行 不要只是看他什麼 他在裡面都有一個他又不行 去到最高峰那一下 他的成功的因素是什麼 那你都要去學習 就是希特拉我都會學習的 就有一個圖書館管理員 可以去到一個國家元首 可以策動到戰爭 那他們是靠什麼呢 那你不要只是學他不好的東西 那他有很多值得學習的東西 那這個就不要經常抱著一個 hater的心態 hater的心態是很阻礙自己進步的 尤其是那些只是罵不改進 沒有想著提升自己的人 那是除了情緒上的發洩 是沒有幫助的 那我對付這些hater 那我通常都 通常都是不會回應的 那也都當是自己一種功德 就是如果你罵完我 你說完我 你覺得是舒服了的 你就做吧 我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損失又不是我 你的開心和不開心 我又沒有關係 就是你罵我 我又不會去動氣 因為我都知道 就是做了幾十年人 知道世界是這樣 就是沒有辦法可以取悅到任何人 那個心情是不應該由外界 令到自己轉變 自己開心不開心是自己去決定 不應該是由這些其他人去留言 去令到自己開心和有怨憤 那我被他罵完 我都覺得我自己是做了一個功德的 你都罵完我 如果你罵得變了開心的 那我都當作做了一場功德 今天想說的hater's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的 拜拜